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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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福报 虽然比不上阿难 总而言之 还是有很大的福报 如果没有福报 我们在这一生当中肯定遇不到福报 遇到佛法的人都是有大福报 我们看佛所说的 佛无二言 这一句话 显示出摄迦牟尼佛 苦口婆心 真诚真诚地要帮助一切苦难众生 一生教导大家的 佛门里面常讲 讲经三百余会 说法四十九年 三百余会 要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讲 就是有三百多个大的单元 用四十九年的时间 句句话都是真诚语 二言是妄语 是欺骗人的 佛无二言 说明他句句话是真实话了 真诚到极处 所说的是什么呢 宇宙人生的真相 这是我们一定要明了的 所以我们对佛才感恩呢 才知道这个教育 在这个世界无比的殊胜 人不能不接受教育 什么教育是第一呢 佛头教育第一 可惜现在人不知道 我们为什么要受教育呢 不外乎两个目的 一个是求聪明智慧 一个是求将来在社会上有谋生的能力 不外乎这两桩事情 真正开智慧 真正得万得万能 在佛陀教育里头 小从过人生活 霸道过家天下大事 无论怎么样的繁琐分尊 用佛陀教育很简单就化解了 问题解决了 这么好的教育 可惜现在世间人没有人知道 把他看作宗教 把他看作迷信 你想世间人要造这么大的灾难 那个灾难的根源在哪里呢 把自己的宝贝丢在茅寿坑里头 埋没掉了 自己去过那个贫穷的苦日子 他家里有无价之宝 他丢到茅寿坑里不要了 他在外面去讨饭 现在这个社会就是这样的吧 佛家讲三宝 这个宝是佛的教导 这些道理 方法是佛说的 佛是宝 佛不在了 佛所留下来的这些经论是宝 是宝 依照这个经论的道理方法 去学习的 这个人是宝 三宝是这个意思 所以注意要记住 三宝里头的三宝不是说出家人 出家人不肯修学 他哪里是宝呢 他不是宝啊 在家人修学 那个在家人是宝 所以主要晓得 僧宝不是指出家人 僧团也不是指出家人 这个道理一定要懂得 这个道理一定要懂得 僧是团体 四个人以上在一起学习 这个团体就叫做僧团 这四个人呢 不论是在家人是出家人 只要是四个人 在一块依照佛法的理论方法 来修学就叫僧团 这四个人就称之为僧 所以僧不一定是指出家人 在家人可以称僧 你看看 从前李炳南老居士 给人家写字 他也称僧 不但他也称僧 孔德称宋他这个对联 上面写的 是血卢大和尚 所以和尚 也不一定是出家人 在家人也可以称和尚 也可以称阿舍里 这些名称 不分在家出家 不分男女老少 主要懂得 出家人的专称呢 只有比丘 比丘尼 沙米 沙米尼 这决定是出家人 这决定是出家人 所以和尚 依照这个法宝修行的人 你就叫僧宝 那么由此可知 无论在家出家男女老少 只要真正依照佛的经典修学 你就是三宝里面的一员 三宝有你一份 你不要以为你在三宝之外 那你怎么能得到三宝殊 不成功德利益呢 这些四 现在社会上误会的人很多很多 以为称僧一定是出家人 没有想到在家人是僧 称和尚一定是剃光头出家的 不知道啊 戴了头发在家的也是和尚 和尚是凡语 意思是清教师啊 直接教我的这个老师 印度人称和尚 我们学校老师很多 直接教导我的称和尚 没有教我课的是我们学校老师 我们称法师 啊 所以这个称呼啊 有这个差别啊 一个是亲自指导我的 一个是虽然是我学校老师 没有上过我的课的 啊 那我们通常称法师啊 啊 法师不一定他教过我的 和尚呢 他直接指导我的 教导我的 啊 我学佛法 张家大师 指导我的 那是我的和尚 啊 离病男老居士 指导我的 他是我的和尚 佛门里面的大德很多 他没有教过我 他不是我的和尚 啊 所以我们称他法师 啊 不称他和尚 道理在此地啊 啊 这些名词 说语 称呼的意义 要搞清楚 要搞明白 啊 佛说的话 真诚 绝没有欺骗人 佛事难指 金发难闻 佛出现在世界 这个机缘很少 能够 能够 跟佛 同时出现在这个世间 这个机缘 难得了 啊 啊 只是遇到啊 很不容易遇到 啊 佛虽然不注视了 但是佛的发运呢 还没有结束 啊 释迦牟尼佛的法运 一万两千年 啊 从佛 入灭 算起 啊 佛灭度 第一个一千年 正法 第二个一千年呢 像法 第三个一千年以后 啊 有一万年的时间呢 叫末法 我们现在生在末法时期啊 啊 末法王后 还有九千年啊 只要生在这个一万两千年当中 这个命都算不错啊 都是好命啊 啊 这一万年千年过了之后啊 啊 这个世界上没有佛法了 那个就很苦了 啊 没有机会啊 听到神仙的教会 啊 这就很可怜了 啊 所以 我们虽然啊 没有生在 释迦牟尼佛的同事 啊 生在释迦牟尼佛的末法 算是初期啊 第二个一千年啊 啊 算是相当幸运啊 啊 啊 基于你很难遇到 就肯定要珍惜 啊 不能错过啊 静法难闻 这一句话 我们不能够 我们不能够 这一句话告诉我们 从明思受戒 啊 你必须要遇到 一个善知识 啊 一位老师 把经典的一礼 讲清楚 讲明白 啊 如果讲不清楚 讲不明白 你遇到等于没有遇到 啊 特别是对于现代的知识分子 如果没有强有力的理论依据 他怎么会相信 我们对于佛法能够深信不疑 凭什么呢 对于经典有相当深入的理解啊 你理解的越深 你的信心越坚定 你对于这个世间一切四 你看得越清楚 观察世间一切人四五啊 要有高度的智慧啊 啊 啊 没有智慧 你睁开眼睛看什么 真的是 蒙蒙一片 一无所知 你什么也没看出来 啊 啊 往年 李宾南老居士教导我们 啊 我们修佛的人 无论看人 看世 看无 至少要观察八个方面 啊 你才能说是粗粗的看清楚了 啊 这八方面是什么呢 看他的体 看他的相 看他的作用 提相用三方面 啊 看他的音 看他的语言 看他的果 六方面 再看他的识 再看他的理 八面 极为细的 四五 你都要观察这八面 才算是 你有能力观察了 有没有生如呢 没有 皮毛而已 八面是皮毛 啊 身如呢 看提 提之提是什么 提之相是什么 提之用是什么 提之音 提之云 提之果 提里头有四 提里头有理 每一条里头又有八条 八八六十四面呢 你才深如一层啊 再深如一层呢 这六十四面 每一条里头又有八条 深如啊 无有穷尽 所以 佛经上常说 唯有祝佛如来 撤发底缘 这一句话 很多人不懂啊 撤发底缘是什么 那个其身无敌啊 我们今天有什么人能看到一桩事情 看六十四面 六十四面才看到第一层 第一 太深了 我们看八层 好像看这个树叶呀 只看这片叶子 看六十四面 看到树烧了 那实在是不容易啊 然后你才 稍稍体会到佛 那个观察力是多厉害 那我们怎么能比呢 说老实话 我们今天能够观察到八面 勉强说你不迷惑了 你能看到六十四面 可以说呢 你初入佛门 佛门一年级的学生 六十四面看不到 你是凡夫啊 你也迷惑颠倒啊 从这个地方 体会到佛法难闻啊 真的难啊 那怎样才能欺辱呢 我们从总的纲领上来说 真诚心 亲近心 平等心 正觉心 慈悲心 你要不真正用这个心 你没有办法入门 没有办法欺辱 那么回想一下 我们今天用的是什么心 对一切人 一切事 一切物 我们用的心虚伪呀 虚情假意呀 对父母 对妻子都没有诚意 都还要欺骗 还要隐瞒 你说成什么话呢 这样一来就是 八面你都看不到 八面看不到 说实在话 你连一面都看不到 我只讲老实话 这一生背过了 古大德 古大德没有像李老师跟我们讲的这么详细 但是他讲过至少有六方面 这一面 这一面呢 现象 你是因果 古大德常讲的 我们观察一切人事物 要从这六面看 啊 李老师说的详细啊 李老师说的详细啊 看不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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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定是随意流转 那你不能不受苦难 而这个苦难没有止尽 这是可怕的 啊 我们这个迷惑颠倒 我们夜 夜市不如夜市 啊 夜市比夜市苦 往下坠落 他不会往上升啊 啊 为什么不会往上升 你自己想想就明白了 你自己想想就明白了 不必问人啊 我每一天齐心动念 除世带人间我 是善多还是我多 如果我念多 我的行为多 必定往下坠落 啊 善的念头多 善的行为多 才能上升 自己好好想想 是善多 还是我多 啊 是为我自己想的多 还是为别人想的多 啊 为别人想的多 是善 为自己想的多 是善 为自己想的多 是善 念于所为 人不为己 天诛地灭 啊 我去年在香港 亚世 何首信 来访问我 就说出这句话了 我就告诉他 这两句话 误导了一切善良的众生 误导了 为什么呢 以为自私自利是应该的 错了 人要是为自己啊 天也诛你 地也灭力 人要不为自己啊 天不诛你 地不灭力 改一个字 就对了 啊 世间甚行 不为自己 天也没诛他 地也没灭他 啊 反过来呢 天也尊敬他 地也尊敬他 一切众生都怀念他 都纪念他 都纪念他 没有灭他嘛 精法难闻这一句意思 很深很深 如许有福 见得是福 这是丁丹丹讲的 你过去生中修的大佛报啊 你不但遇到佛 做佛的事者 天天在佛的身边啊 这个佛报太大了 接着看底下经文 在第35面 大念报恩 半选法教 世信人名 为祖福田 信者得职 后生无忧 阿难受教 奉献破文 佛对阿难夹 设计上 就是对于我们大家说的 今天佛虽然不注视 我们要把佛的形象 看作真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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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佛的经典 这是佛菩萨对我们的教训 最宝贵的教训 能帮助我们 能帮助我们脱离苦海 脱离轮回 脱离舍法界 能帮助我们 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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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滑藏世界 你想想 世间 还有哪一桩事情 比这个重要呢 没有了 所以称之为法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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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叫奉行 前面跟主人说了 你就是三宝当中之一 你是僧宝啊 僧宝要干的事情是什么呢 这一段开示 就是僧宝应当要干的事情 你是世间大众之宝啊 随堂之际 天台智者大死 说了一句名言 能说不能行 这是跟一个好老师 学的都是纯正的佛法 没有修错 他也能讲 但是自己不能够完全落实 能说不能行 主要记住 不是他完全做不到 他做的不够彻底 做的不够圆满 你不要以为 我光说 我不练 那那就错了 那说老实话 他也不能说 他能够做到个六七成 他做不圆满 固执而思也 他有能力教化众生的 做别人的好榜样 做别人的好榜样 能说又能行 过之宝也 那就是僧宝了 所以诸位要想的 僧宝比过思高啊 过思他还没有能完全落实 完全落实 是宝啊 是僧宝啊 啊 啊 落实哪些呢 最普通的 最基本的 三规落实了 无界落实了 实相落实了 你就是过之宝也 啊 你把三规无界实相 统统做到 啊 你可以打一百分 你就是过之宝也 啊 你可以为天上人间的模范 福对我们的期望啊 啊 众生对我们的期望啊 啊 当年报恩啊 半寻法教世心人民 为作佛天 这就是僧宝 啊 僧宝的条件 就是这四句 啊 我们愿不愿意做僧宝呢 啊 在家人也在其中 只要你这样做法 你是在家的僧宝 头一句啊 当年报恩啊 我们每天念回香祭 上报四重恩 下祭三土福 天天在念 啊 啊 念又有什么用处呢 要真正做到才行啊 天天念呢 天天提醒我们 啊 我们为什么 没有做报恩的行为 实在讲呢 不知道恩 不知道恩德 你怎么会报恩 知道恩德 你自然就会报恩 知恩报恩啊 今天社会一般人 我们观察之下了 忘恩负义啊 啊 佛菩萨对我们这么好 我们用什么心情回报他 啊 对我们这么照顾 苦口婆心的教导我们 我们阳奉阴尾 叛逆佛法 啊 这个就是自造罪孽 啊 啊 你一堕三土苦暴 你怎么能怪别人 啊 说佛一开端 就跟你讲的这么清楚 讲的这么明白 啊 我确实跟大家相比啊 是很幸运 我说佛第一步接受的经 就是这部经 啊 啊 一般人家运气很好啊 一到台中 刚刚好碰到李老师 他说 教这部经 啊 学讲这部经呢 是尤俊杰的 母子两个 啊 尤俊杰讲过语 他的妈妈讲台语 啊 他们两个人学这部经 啊 我正好遇到啊 所以到台中去 是头一部学这个经啊 啊 啊 这个经确确确实实 是佛法入门了 第一堂的功课 啊 第一个教学的科目 啊 啊 啊 我是不期而遇啊 啊 佛家讲的四重恩 第一个是父母之恩 严格的说 我们自己要不能成就这一生的道德 我们对不起父母 这一生我们自己不能够了生死出三界 对不起父母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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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于常讲啊 一子成佛啊 九祖神天呢 啊 啊 我们成就了啊 啊 九世的祖先都占光啊 啊 都得利益了 啊 这才叫报父母之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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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自己不好好地干 你想想看 怎么对得起父母 第二个是老师的恩德 佛是老师 菩萨是我们老师 你展开经卷 你看看佛对我们是怎样教导 真的叫苦口婆心 我们能不能体会 佛对于我们业无所求 完全是付出的 都附带任何条件 劝到我们 引导我们 无非是教我们 超越六道超越十八戒 早一天成佛跟他一样 这个恩德之大 超过父母 我们不能好好地学习 对于佛的教诲 不能完全相信 不能理解 不能奉行 这叫忘恩负义 第三个 国家之恩德 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 得到国家的保护 有国家保护 你不知道 没有国家保护的人 可怜 那真叫流浪汉 到处受歧视 无论做什么事情 都会遇到许多障碍 所以离开自己国家 才知道国家之恩 没有离开自己国家了 对于国家之恩 很不容易体会 我们常年在外国 深深感受到 没有国家保护 无论干什么 非常困难 生活都困难 不要受修道了 第四个是 一切众生 与我永恩 你知道吗 我们每天喝的这一杯水 吃的这碗饭 多少人的工作成就的 有没有想到 我们穿着衣服 衣服怎么来的 许许多多人在那里工作 把他的成果奉献给我们 受用 我们用什么回报 一切享受现成的 你没有回报 你就有罪业 你要不晓得 这些恩德 你就不知道报名 不但这一切 有情众生 与我们有恩 无情的众生 树木化草 他贡献给我们 一情月性 对我就有恩了 我要如何报答他 有几个人想到 你们家里院子里面 种的花 种的树 乃至于草坪 都是提供你 美化你的生活环境 他对你都有恩德 我们凡夫 不知道回报 欠别人的 太多太多了 不要说欠有情众生 这树木化草 你都欠他的 几个人想到 现在住在北京 也许你们看过 中国大陆 《红楼梦》的连续剧 演连续剧 演林黛玉的 陈小旭 他也归一佛法了 陈小旭告诉我 他有一天晚上 在房间里跟他先生两个 还没有睡觉 准备睡觉 突然感觉到 他这个房间里气氛不对 毛骨悚然 父亲两个都很害怕 都很恐惧 知道 这个房间里面有鬼 好在他学佛 他就心里面 起了个念头 希望跟这个鬼沟通 他如果真的 你们真的在我房间里 给我一个暗号 让我想到 想了半天 这个鬼用什么东西 这个暗号比较方便呢 看到电灯 你让电灯闪一下 那他们就等待着 五分钟之后 电灯果然闪了一下 吓死了 那是真的 这小的是真的 陈小旭就跟他说了 他说 那我们 这个 你能看得到我 我看不到你 我们怎么沟通法呢 他这样好了 我晚上睡觉啊 你托梦给我 那天晚上 果然 这个鬼就托梦给他 这个鬼告诉他 他很多 他不是一个 我们不是别人 是你们家里的草木 我们快要哭死了 求你赶快浇水救救我们 到第二天早晨起来 他就看他那个院子 果然 他那个院子的小树 没有浇水 地下草 黄色的 他明白了 因为这个小院子 是他父亲照顾的 他父亲天天浇花 不浇树 也不浇草 所以他拿到水路头 拼命去浇草 浇这个树 他爸爸说 那个不要浇啊 他也不说话 因为他要做梦 他父亲一定说他 你胡思乱想 真的 不是假的 他听到那个声音 就好像那个小孩叫的声音 很多小孩在那里哭 草啊 这他亲自告诉我的 现在他在主持一言 那个廖凡私讯 这个十月中旬 片子就出来了 他先送给我看 我这个地方呢 九号圆满 十号我到香港 大概他们 这个十几号 他就把片子送给我看 一点都不假了 所以 草木怎么报恩呢 照顾他 要给他足够的水分 要给他充分的阳光 让他蓬勃生长 离不知恩 怎么会报恩 所以 我听到那个回想记 我感慨万千 上报四重恩 下记三土库 打望鱼啊 自欺欺人 欺骗佛菩萨 天天在佛菩萨面前 打望鱼 说假话 还以为自己有功德 还以为自己 依教奉行 所以 佛法这种事情 细细去思维 去观察 你才晓得 我们自己做的 对不对 早晚课 我说了 很多很多次了 早课是提醒我们自己 今天一天 一跤风险 晚课是反省 检点自己 这一天 有没有一跤风险 反省之后 改过自信 没有做到的 希望明天做到 已经做到的 明天要保持 这样做早晚课 真正有功德 那是愿意赐功德 庄严佛菩土 如果是形式上 做一做 有口无心 你早晨骗佛一次 晚上又骗一次 一天骗两次 骗了一辈子 肯定多阿比迪 全是搞假的 所以有很多人 他很用功 很精进 你看一堂空没有缺 为什么死的时候 那么不好 我清楚 你们不清楚 我清楚 夜生所做的 表面工作 假的 不是真的 所以今天 这个念佛人往生的 出家人比不上在家人 在家人造的罪业少 出家人造的罪业重 而且造的多 我们必须有高度的警觉性 真地要改过自信 要知恩报恩 知恩报恩 具体的做法 就是底下三句 半选法教 半选法教 就是今天讲 弘扬佛法 弘扬佛法 你说最重要的 讲经说法 我们一般讲 法不实 我不会讲经怎么办呢 不会讲经 现在有很多讲经的光点 录像带 录音带 你听得很欢喜 很有受用 你把这个带子到处去送人 就是你讲经说法 我们做这个工作 佛陀教育基金会 我们串理了这么多年 早年 这个收入不错的时候 建峰文句师 曾经跟我商量过几次 想在台北市教 埋块土地 我们建个道场 我摇头 不搞这些 有钱呢 流通佛法 我们印尽 做光碟 向全世界流通 半选法教 不可以把这些钱呢 埋在地下 埋在地下 早一夜 你的罪多重啊 大道场住在那 享福 富享光了 阿比地狱先前路 现在受一点苦 将来到天堂享乐 好啊 何必把这点佛报 现在赶快把它享光 绝大错误 所以佛陀教育会 基金会的名气很大 许多海外人到这参观一看 好像名师不服 怎么是这个样子 很失望啊 然后才知道 我们点点滴滴 都做红发的事业 买油区庄严盐道场 这么多年来 那个道场 油漆粉刷都没做过 我这次回来看到 哎 亮亮丽丽 最近才做了一次油漆粉刷 上一次我回来的时候 看到的很破旧啊 那个墙壁纸都黄色的 我们看看祖师大德 近代的阴光大师 这一条他做到了 半宣教法 这法教啊 要传法 法师在这边讲经 你认识的亲戚朋友 通知他 请他到这边听经 也是半宣法教 总而言这一句话 时时刻刻念念当中 希望把佛法 把阵法了 介绍给别人 这是我们四中弟子 应当做的事情 实现人民 这一句话 比前面这句话 还要重要 实现人民 自己要做别人的好样子 换一句话 如来的法教 我们自己要做到 要落实 做别人的好榜样啊 我们做的样子 不是社会的好样子 我们就是佛陀的罪人 为什么呢 我们破坏了佛教形象 这个罪过 都是阿比地狱 为什么 这个自情 出家跟在家就不一样 出家人的最终 在家人的最亲 出家人是直接代表 住持佛法的 你的形象不好 外面人对你有不好的批评 他不是对你一个人的 整个佛教都被批评到了 你怎么能对得起佛教 你怎么能对得起僧团 你怎么能对得起祝佛菩萨 你冷静想一想 你就知道你的罪过多重 所以 一个出家人 做有做的像 占有占的像 不要以为 这小事情 这个无所谓 可以随便一点 你把佛教形象破坏 你造的罪业比什么都重 在家修佛 有在家佛学佛的形象 都是做社会大众的榜样 社会大众都要像我这样子才行 你要是个好样子 你不能做个坏样子 从齐心动念到言语造主 你要视线人民 你要做出来 给人民看 我们现在 油盐能看的一件事 人民看不见的 还有鬼神 所以 佛弟子 天人思 不但要做给一些人看 还要做给一些鬼神看 鬼神能看到你五脏六腑 鬼神能看出你齐心动念 表面上做得不错 心里还在答妄想 错了 人看不到 鬼神看到了 你也要不认真 不谨慎 报恩这两个字 那是有名无实 为主佛弟 众生看到 加以时间 决定收到情仪默化的效果 改变社会风起 靠我们的一举一动 静洁思维 纯善我 自然就是一切众生的真正的佛天 所以 我们学佛的同修 不能不孝顺父母 不能不尊敬寺长 做样子给人看 信者得知 看出来的人 他明白了 他觉悟了 他相信了 他也访效 他也学习 这就中了善根了 厚生无忧 无忧就是西方极乐世界 这样修行 才能往生到极乐世界 才能了生死出三戒 你要不把这些教诲完全落实了 你不是真佛弟子 你是假佛弟子 佛陀教导里面殊胜功德利益 你教不到 你学不到 你也得不到 你看看 你看看 世尊教导阿南 末后 这两句 阿南受教 奉行 破文 奉行 是世线人名 为座父天 破文 是半宣 发教 就是我们讲 自行 化他了 奉行 是自行 破文 是化他 今天 时间到了 我们就讲到此地 就说 这两句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